非洲布隆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一辆二八大杠能养活一家人 你是否还记得那辆承载着儿时记忆的二八大杠 如今被早已经被中国淘汰下来的自行车 却在非洲很受欢迎 一些非洲的国家甚至是拥有一辆二八大杠就是身份的象征 这就是布隆迪 一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 这个国家虽然土地肥沃 可是却十分的贫穷 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每一百个人就有86人从事农业生产 香蕉与棕榈是这个国家的支柱 在北部的高原区主要种植香蕉 香蕉是布隆迪的主要粮食作物 如何运送这些香蕉和油松果则是一个大问题 不像中国可以用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来运输农副产品 这里只有自行车用来托运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 他们不用三轮车送货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没钱 这里是非洲布隆迪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如果你带着一万元存款 开着三轮车来到这个国家做生意 那你一定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这里 拥有一辆被淘汰下来的28大杠自行车 都是件让人自豪的事情 每天布隆迪的送货骑手需要骑着自行车 风驰电车的行驶在世界上最危险的路段之一 公路盘山环绕坡斗弯极 这份艰辛而又危险的工作 布隆迪的骑手小伙却觉得很满足 因为他们靠着一辆28大杠 至少养活了一家人的生计 上百公斤的重量 十几公里的路程 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挤持 一个多少小时的时间里 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把握好方向上 当到达目的地 他们才会松一口气 高兴地把香蕉卸下 才可以蹲在路边休息 这份工作收入微薄 也刚刚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即便是这份工作根本就没有前途可言 他们还是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份工作